白宮之戰倒數計時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 最後關頭衝刺 驚喜亮相美國老牌 深夜綜藝節目 週六也現場 但他這段照著鏡子 和分身對話的短劇劇情 卻捲入抄襲爭議 而抄襲對象不是別人 正是他的對手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 觀眾很快指出 這個橋段和川普2015年 在同家電視台 吉米法輪經驗秀演出 如出一撤 共和黨籍的喬治亞州 聯邦眾議員葛林 趕緊攻擊 賀錦麗竟然抄襲 川普總統的演出 這就是民主黨 選情絕望的表現 網友也紛紛批評 賀錦麗沒創意 與此同時號稱上屆大選 最準民調的民調機構 Atlas Intel 一號二號對美國大選 七大搖擺州的調查顯示 川普在每個搖擺州 都以微弱 但不斷擴大的優勢 領先賀錦麗 中國號稱比民調更準的 義烏指數結果也出爐 這是由於美國選舉年 會盛產競選周邊產品 而中國以製造小商品 聞名的義烏 也能透過訂單熱度 預測選情 目前川普的周邊商品 數量是賀錦麗的兩倍以上 但無論是號稱多審準的調查數據 畢竟都還只是預估 所呈現出來的結果 仍有待觀望 在新聞有哈記摩託